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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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老师要跟你们分享 如何结束干Persama Linear Serenta 通过Kaeda 本安店 Kaeda 本安店就是代替法 OK 通过代替法你要去找那个Pombole Uba 就是X跟Y 那你们要明白什么叫做Persama Linear Serenta Persama Linear是什么 Persama Linear就是X跟Y呢 它的瓜萨都是E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第一个Persama 还是这个第二个Persama 它们都是Linear 因为全部那个Pombole Uba 它的瓜萨都是E 那为什么要讲Srenda呢 Srenda就是同时 就是待会你找到的那个X 还有你找到的Y 一定要符合这两个Persama 有符合才代表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可以吗 那要这样子解决呢 首先你先把它抄下来 一号二号 如果你是要用Kaeda 本安店的 你需要知道你的第一步 应该是要从一号的Persama做 还是二号的Persama做 那么要怎样决定呢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注意那个X跟Y 它们的前面的号码是什么号码 所以X的前面是2 Y的前面是E 对吗 然后这个的X的前面是2 这个Y的前面是-3 那一般上呢 尽量去找有E的 就算是-E没关系 重点是要看到E OK 所以在这里老师建议你 从一号做起 OK 那么从一号做起要写什么呢 你要这样子写 DariSatu DariSatu是什么呢 2X加Y等于5 对吗 你可以重抄一遍 之后呢 我刚刚讲Y的前面是E 对不对 一般上呢 我会选择Y在左边 因为Y的前面是E 尽量让Y在左边 那么2X呢 你就把它移动去右手边 这个2X的前面是positive 对不对 如果你把2X搬过去右手边 就是5-2X 可以吗 所以一旦你拿到这样 这个就是叫Y的上次不断X 就是Y在左手边 X在右手边 这个是叫做三号 因为它是新的Persaman 你就给它新的名字 叫做三号 这样这个三号呢 很好用 它有两个功能 我一个一个跟你解释 所以第一样事情是 你要问自己 3号是来自哪里 3号是来自1号 Darizatu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 Gantikan Tiga Kedalam Dua 所以目前我们写Gantikan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Keda Pengantian 所以我可以写Gantikan Tiga Kedalam Dua 你记得 3号要放进去2号 如果说你的3号 如果说你的3号是来自1号 千万不要说 Gantikanthiga Kedalam Satu 不要放回去1号 如果你放回去1号呢 你会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记得我讲的话 3号是来自1号 所以3号要放进去2号 那么要这样子放呢 你只需要看这个东西 你这里写Y等于5-2X嘛 什么意思 Y可以写成这个5-2X 现在我说3号进2号 什么意思 3号进2号就是说 你打算把2号的Y换掉 把Y换成这个5-2X 其余的你保持不变 就是把那个Y改成这个5-2X 所以简单来讲你看到这个Y等于呢 你可以当成是Y变成5-2X OK Y变成这个5-2X 我们就照抄这个2X 2X 减什么呢 减3 你照抄 你只是把Y换成这个5-2X罢了 然后等于7你就照写 可以吗 那到了这一步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只剩下一个pomole uba 那就是X没有Y了 这里没有Y了 只有X 所以你只需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去根棒杆去打开这个过弧 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个-3呢是要乘这个5-3也要乘这个-2X 所以如果不是很会我建议你这样子写 2X你照写-3乘5 OK 简头代表是乘 然后-3再乘 -2X 等于7 对吗 然后我们继续那个Bermuda干就是简化它 -3乘5 -15 -3乘2 会得到-6X 等于7 所以在这里就是2X加6X会得到8X 那么接下来呢你需要把那个-15搬过去右手边 OK 所以我们会得到什么7加15对不对 因为negative会变成positive 所以最后会拿到8X等于22 然后我们要找X就要做什么呢 除掉那个8 22除掉8 一般上我们会写成假分数 那么如果能越减的你一定要越减 如果不是很会的你可以按计算机 你按这样子 它会自动告诉你是11% 所以你就写在这边11% 这个是X的价值咯 你要找Y你就需要用这个3号 在这里你发现到什么呢 Y等于5-2X 有两个功能 E就是为了代替进去这个2号 你看到这一步吗 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帮你找Y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已经有这个X了吗 X是11% 如果你把这个11%填进去这个X的位置 是不是你可以找Y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第二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写Daritiga 那个Y等于5-2过湖11% 然后你可以交给计算机 5-2过湖11% 然后关掉过湖等于-1-2 OK 所以我们找到X找到Y 能的话写一个总结咯 X等于11% 勾号 Y等于-1-2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答案 可以吗 如果你要确保这个 这两个答案是100%正确呢 其实是有方法的 你们要明白 刚刚我讲的 这两个答案必须要符合这两个pro suman 一定要符合 符合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把X跟Y填入这个左边 你必须要拿到5 如果你是填进去这个2号的呢 你把X跟Y填进去这个左边 你一定要拿到7 OK 所以要这样子呢 你可以按你的计算机 把11%跟-1-2填入这个左边 所以我就会按2过湖 11%对不对 然后关过湖 加Y 你的Y是什么 -1-2 然后关过湖 你的答案是什么 5对不对 就是右边的5 所以你的目前你的XY是符合第一号的 这样你要符合2号的pro suman 这样子呢 你再按计算机 2乘你的那个11% 就是输入进去罢了 然后-3Y对吗 -3过湖这个-1-2 所以答案是多少 7 看到吗 7 也就是讲你这两个答案是100%正确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题 非常简单的第一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题 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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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号码是否有E 所以你可以看到1号的pro suman X的前面是2 Y的前面是-3 2号的pro suman 那个X的前面是3 Y的前面是2 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没有E的话怎么办 这样你就随便选1号 或者是2号都可以 OK 所以我这里会这样子写 dari satu 那个2X-3Y等于4 可以吗 那一般上 一般上我都会要那个positive的东西是在左手边的啦 我看到negative的东西呢 一般上我都会把它搬过去右手边 OK 所以我们就要跟自己讲 我们要保留那个X在左手边 可以吗 也就是这样你要把那个-3Y移过去右手边 这样你就会得到什么呢 2X等于4加3Y 对吗 然后一定要做么 把这个2移过去右手边 所以它这里是乘 翻过去右边就是叫除 所以是4加3Y per 2 这个是我们的新的Positive 3号 那么3号有几个功能 有两个功能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功能是拿来代替 你要代替进去哪里呢 代替进去2号 原因是3号 来自1号 所以我会这样子写 GantikanDigaGadalamDua OK 3号放进去2号 这样要怎样代替进去呢 所以我刚才有讲了 就是说这个X呢 将会变成4加3Y per 2 怎么样变 就是这里的Positive 2 你看到这个X吗 只有这个地方是有X的 其他都是Y还有号码 你只需要把这个X 修改成这个4加3Y per 2 就可以了 OK 这个就是叫GantikanDigaGadalamDua 的步骤 所以我们可以写什么 我们可以写3 过虎X是什么 X是这个对吗 所以我可以写4加3Y 然后per 2 加2Y等于19 那之后呢 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 不用担心 你就把那个3 这个3呢 乘进去那个过湖里面 这个3是给4的 这个3也是给这个3Y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会 你可以这样子写 3乘4加3乘3Y 可以吗 per 2加2Y等于19 那上面呢 你可以简化它 3乘4 12 339 9Y per 2 加2Y 等于19 那么这里你要用快的方法 有一招就是 尽量我们要想办法消除掉这个2 怎么样消除呢 其实你们要明白这个是叫一个东西 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 这边有三个东西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每一个东西乘2 第一个东西乘2 第二个东西乘2 第三个东西乘2 为了就是要消除掉那个下面那个2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那个2跟2呢 就会越减掉了 所以你只剩下12加9Y在上面 它的下面是1就不需要再写了 那这里呢2Y乘2就会得到4Y 19乘2你不会你就按计算机 答案是38 那我们继续简化它 OK 所以9Y加4Y就是13Y 等于多少 你可以把这个12移过去右手边 所以会得到38减掉12 13Y等于26 所以要找Y就是26和13 所以最后会得到Y等于2 对不对 那目前为止你找到Y等于2了 你就可以去找X了 对吗 找X 为什么 因为你注意到 Y是在右手边吗 如果你Y了是不是可以找这个X 所以我可以写Daritiga Daritiga 那个X等于4加3乘5 乘什么呢 乘刚刚你找到那个Y咯 Y答案是2对不对 把这个2填进去这个过湖里面 OK 然后你一样可以交给你的计算机 就是4加3乘2 然后除以2 答案是5 就这样子我们得到X等于5 还有Y等于2 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要确保这个X跟Y是100%正确的呢 同样的你可以把它输入进去计算机 就是要看看左边是否等于右边 所以我们试试看哈 把5跟2填入这个X跟Y 所以我们只需要达2乘5 然后-3过湖 Y是多少 Y就是这个2 然后你会得到4 OK 所以代表我们符合第一个Persaman 这样第二个Persaman 你一定要得到19 所以我要写什么呢 就是3乘X X是5对吗 3乘5 然后加2乘 乘这个2 所以答案是19 看到没有 也就是讲我们的XY 是有符合第一个 有符合这个第一个Persaman 也有符合第二个Persaman 也就是讲我们是100%正确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好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有帮助 给个like 还有share出去给朋友 让他们知道 还有别忘了subscribe我的频道 以便可以得到最新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 或是有什么课题 想要我为你们讨论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你们 帮助你们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